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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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庄家里总有 那么几棵刀弹的草 天空中总有 那么几片雾云在跑 不管寒也好 不管大路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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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嘿嘿 要好嘿 只要你肯干又会干呀 小日子一天都比天好 只要你肯干又会干呀 小日子一天都比天好 这就是在老百姓 你心中的宝 心中的宝 心中的宝 本宝 千言整个宝 天空中有 那年轻人走的岛 不管他仇也好 不管大梦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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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嘿嘿 要好嘿 只要你同情犹大利亚 小日子一年更迷年好 只要你同情犹大利亚 小日子一年更迷年好 这就是在老百姓 心中的宝 那我回屋去了 要离啊就赶快离吧 您好 我想问有一个叫史菲菲的在这吗 菲菲 你的老乡找你来了 菲菲 是你 别走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快来 跟我商量事 你这么一个大老板 能跟我有什么事商量啊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挣钱呗 这挣钱的路子有很多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我一个下岗工人 能有什么好办法 我想聘请你 到我的销售部工作 还干你的老板孩 行吗 你是看我的笑话吧 不 菲菲 你错了 我需要你 我也了解你 你搞销售还是有一套的 菲菲我知道 你从小呢 就没有了妈妈 你对生活不满 你有自己的追求 这没什么不好 但是你所选择的方式不妥 现在这个市场 是竞争市场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舞台 菲菲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我听说你干了这个之后 我的心里 很难受 我想这样 我想给你一个公平的舞台 回到我的销售部 还干销售 好吗 可是我哪有脸回去 真要紧 那有什么呢 在哪儿跌倒了 就在哪儿爬起来 继续往前走 你现在还年轻 你还有孩子 你就是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孩子考虑 是吧 真要紧 你知道 我爹年龄大了 他又没有工作 我还有孩子 你们呢 我们销售部啊 是按额度提成的 到了年底还发红包呢 真要紧 我以前初初和你作对 得罪过你 没事 我想不到你还能这样 真心诚意地来找我 以前都是我不好 没事 菲菲 过去的事啊 就让它过去吧 我知道你现在的日子不好过 可是你有一技之长啊 你只要把它发挥出来 我相信你是没有问题的 你真的不记恨我吗 怎么会记恨你呢 我要是记恨你啊 还会来找你吗 别傻了 郑小姐 你真是大人不记小人 我一定好好干 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说哪儿去了 什么大恩大德呀 我们是姐妹 别说了啊 走 我们走 郑小姐 两位大小姐 欢迎光临啊 大老板 这套外交礼仪全学会了 郑小姐 你跟上老外了吧 假养鬼子 来 坐坐坐 郑小姐 你现在可是大企业家了 哪儿啊 给你们冲点咖啡啊 谢谢 来 尝尝 谢谢 谢谢 怎么 习惯了 我跟你说啊 这洋玩意儿啊 要是真正接受了 还真不错 尝尝 味道真不错 好喝啊 郑小妃姐 小妃呢 现在不在中学教书了 离考试又还有一段时间 我想 那就让她来我们公司吧 让她呀 跟健海学学 怎么样 那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这叫两全其美 我们呢 还成立了时装摩托队 到时候你也可以来参加 小妃呢 到时候要考试的话 我还是希望她去 接受正规教育嘛 那当然了 考大学当然好啊 小妃要是考上了 这个费用啊 我们公司给你出 可是 燕子 你放心 小妃毕业了 她要是愿意回来呢 我们就高薪聘请 她要是有高救呢 我们绝不拦着 怎么样 真的 郑小妃姐 你真好 谢谢你了 燕子 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你说 我想到时候 我们这个时装表演的 节目主持人 由你来担当 怎么样 好啊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人 谁呀 孝晨呢 哦 孝晨就算了吧 仓库还有多少货 最多还能顶三天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什么 合同明天到期啊 哦 好 你们的货呀 也必须按时到达 嗯 好的好的 再见 刘总 刘总 我想请你加盟 我们的时装表演 表演 不行不行 我呀 可没那艺术细胞 这可是我们梁董事长的 一番美意呀 震瑶 你就去吧 你是一位 端庄大方的美人 我想 你的加盟 一定会是服装表演 大放异彩 咱们梁总 早就想着一睹 刘总 在梯台上的风姿呢 还有 嘉飞和飞飞 都已经加盟 我们的时装表演了 就等你了 这样 你就去吧 好吧 好 大家停一下 我们刘总 亲自来参加排练了 大家欢迎 今天呀 是向大家来学习的 大家开始吧 换上阵吧 你看怎么样 行 那我过去了 你看怎么样 挺专业吧 搞得不错 那当然 看来成绩不赖 我看有希望 有空过来看看 飞飞啊 你这次呢 担子可不轻啊 一定要把握机会 这次出差 一定要打开 新的市场 把我们的市场扩大 好吗 好 郑瑶姐 我都记下了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刘总 铁兵 开什么玩笑呢 有什么事儿吗 我这是无事不当餐宝店 有话就直说 甭给我绕弯子 是这样 我那个离汁的流水线 预定是交百分之五十的货款 但是在这个结果眼上 法人换了 新法人一口咬定 非要把所有的货款交起 才能提货 那你就起诉他们呢 可时间不等人呢 行 这事儿啊 我给你想想办法 你别着急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打听谁啊 梁建海 你们俩不是天天在一起吗 还用问我 他现在呀 把我搞得有点 庐山不识真面目了 那只是你们俩离得太近了 你要问什么呀 其实我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全部奉告 你看 在咱们这个亲戚当中 你和建海是最早认识的 也是知道最多的 是吧 这个最早呢 是没错 加十分 最多呢 不对 减十分 就当我没说 你现在怎么也学得 油嘴花舌的了 这人嘛 都在变 对 是 你看我们现在 这个环境在变 形势也在变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 与时俱进 不能掉队 但是呢 有一点是不能变的 做人的本分不能变 对 诚信为本 建海 他到底学什么的呀 学服装设计的 可是我觉得 他对营销 也是蛮有研究的 是这样 这建海啊 服装设计毕业以后 就开始学这个市场营销 还获得了个硕士学位 但是这小子呢 最感兴趣最拿手的 还是服装设计 他呀 一坐在电脑旁边呢 一上午都不在动窝的 这是我知道 我还想知道 他平时都交些什么朋友 好像几乎没什么朋友 你知道 搞专业的人呢 脑瓜一根筋 我被请到他们家 吃饭的时候 他妈 他爸还跟我说过这事 他是挺聪明的 但是有时候啊 像个大孩子 您看我回答的还满意吗 刘总还想问问 他的生辰八字 出生年月吗 不用了不用了 非常满意 我给你加十分 那你看 我那个资金问题呢 行 我给你打个电话啊 喂 是会计吗 对 我是柳震尧 你马上给压力公司 开一张两百万元的支票 拿过来 对 马上 好 再见 你不用跟剑海商量商量吗 不用 我是总经理 但是有一条 三个月后必须还清 可不许赖账啊 放心吧 好 你跟剑海怎么样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刚刚进入角色 我也转过弯来了 这剑海呢 是个不错的人 孝晨呢 也有自己的心上人了 叫我说 这人呢 变化太大了 是被运转怎么样 一切正常 出货准备呢 没问题 那边看看 正常 我跟你说啊 这回我可是胜利了 真的呀 那可不 他回到你身边了 跟我说了半宿的好话呢 我跟你说啊 这次呀 你可要巩固住你的胜利 可不能 他不敢了 我也不怕了 好啊 原来你这不怕 也越来越有底气了 真遥 你干嘛打人呢 真 真是 妈 我和真遥商量过了 我们都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和平分手 离婚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看你就烧包 才过了几天好日子 你就说 你就说人家镇摇吧 要人品有人品 要事业有事业 你说 咱家这房子 咱家这家业 不都是人家给挣来的吗 这我知道 我这不都是眼瞅着过来的吗 你知道你怎么救 妈 妈 没事没事 你说 这事还有商量吗 我都跟他说了 让他好好考虑考虑 可是 他这次是铁了心了 老天爷呀 我这是遭了什么罪了 我这是 我也不过了 你愿意离 你就离去吧 我上你们老娘家祖坟上 找你爹去我 妈 妈 妈 这样 妈 大娘 大娘 您这是怎么了 大娘 快去送医院 走走走 慢点 大夫 快看看 好 大夫 怎么样了 行 这个病人没什么大事 可能就是有点着急 回去注意休息一下就行 都是你 都是你 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 要是你 你怎么办 看来呀 早晚得有这一天 您也不会慢慢说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早会也会走 你什么意思呀 这样 你该掀开新的一夜了 建海那个人是不错 他非常优秀 再说你俩有志同道合 他是个难得的人选哪 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感觉 这样 你听我一句劝 震对你是一个机会 他生活在国外 我们的距离也太远了 哪怕什么呀 现在都地球村了 坐飞机一来回 也就十几个小时的事 再说了 实在不行 可以让他到咱们村去安家落户啊 什么 让他倒插门 什么倒插门正插门的 两个人志同道合才是最重要的 在大斗士里边 这个异国情侣 那是很正常的事吗 再说 他也是中国人 骨子里流的是东方人的血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妈 我们惹你伤心了 别说了 你歇会儿吧 妈 我不累 我陪你说说话吧 你那个设计通过了吗 快了 很快就通过了 您放心吧 妈 听说您要到外国去 妈 不是的 我们呢 是和国外做生意 有时候呢 可能去国外待一阵子 但是家还是在咱这儿 哦 你不走啊 不走 守您一辈子 那好 好啊 妈 您睡会儿吧 真要 不早了 你休息会儿 我出去走走 不 我不累 你休息吧 别 你挺辛苦的 抓紧时间赶快休息会儿 好 我 你 我 这 还是 你 是 哇,真是太漂亮了,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已经有一位东方女神占据了我的心,今生今世,我飞她默去。 爸,通过了吗? 是吗?还获奖了? 好,谢谢你。 爸,再见。 这样啊,来,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设计在外国的服装节上获奖了。 真的? 这还有奖吗?告诉你,咱们东方文化要在西方大放异彩了。 来,让我们庆祝一下。 等一下,我问你,刚才你在和谁通电话? 我爸呀。 你爸? 他怎么知道我们获奖了?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镇瑶,那位经销商盛凯先生,就是我爸。 不会吧,真的? 真的。 那他怎么还? 从话说,商场无负子。 咱们干了这杯吧。 那我再问你,公司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他呢? 不是通过他,而是通过市场。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你这个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 镇瑶,来,让我们干了这杯,庆祝一下。 好,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干杯。 干了,这样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我最最能干,最最美丽,最最漂亮的东方女神。 来。 来。 我给你讲啊,这个。 妈,我们来看您了。 燕子,您好些了吗? 你回来了,我没事了。 您看您,自己养的儿子又不是,您就是打他骂他,也是应该的呀。 何必跟自己生这么大的气,气坏了身子。 别说了,闺女。 小陈这孩子,生日啊,就不是太好。 是太阳功绩。 生下来啊,就哭啊,攥着拳头,撒着痕的哭。 不提了,本来呢,你们俩呀,是挺好的一对。 可是那个偏偏。 小陈哪,你说,你既然娶了人家镇瑶了,你,你就跟人家好好过呗。 你,你,你,你怎么又想,那怎么能行呢? 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事是镇瑶提出来的。 甭管谁提的,不正合了你的心吗? 我也知道你,你俩好,有话说。 我当闺女那会儿啊,也有不少提亲的,可我啊,就是看上你爹了。 你爹呀,耿直厚道。 他要不是死得早啊,就是个金马鞠子,我俩也能抱回家来。 过日子啊,图个舒坦,这个我懂。 您说的对? 你说,你能对得起人镇瑶吗? 妈,这对他也是个解脱啊。 那你就不怕乡亲们处你的脊梁骨。 他们要说的不对,咱就不理他。 燕子,你不怕别人说你吗? 我不怕。 那真是镇瑶去找你的。 镇瑶这姑娘,真是命苦啊。 娘对不起你啊。 妈,你要是舍不得,你就认她做干闺女吧。 剑海是个正直善良的男人,他很爱镇瑶姐,他们在一块儿会幸福的。 燕子,你说,这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吗? 我和孝晨会好好孝顺您老人家的。 这我知道,可是,那梁剑海他是外国人呢。 妈,人家可不是外国人。 真要来了。 真要啊。 妈。 保重啊,老嫂子。 娘,你们刚刚说的我都听见了。 您放心,我肯定会对真要好的。 而且我会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你要是欺负真要的话,看我不贬你。 妈,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 我,我就做你的闺女,我会孝顺你一辈子。 我,我那苦命的孩子们,我们都会孝顺您的。 老嫂子,你就答应他们吧。 我都转过味儿来了,亲家母啊。 咱们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首先第一件事呢,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晋星牌鲜梨汁,已经通过了国家质量验证,可以投放市场了。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最亲爱的老婆,我的夫人,为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所以请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来,跟上来。 大家看看啊,这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想要晋星,想要振星就喝晋星。 铁老板,你这可是做广告的呀。 这是孝晨的意思呀。 不敢当,不敢当。 喝酒喝好酒,挣钱挣大钱。 对,那做事啊。 做实事啊。 嗯,还有啊,明天呢,外国客人也要到咱们这儿来了。 怎么,他们也来这里了,不是你们俩要出国吗? 他们呢,非要到咱们这儿来看看。 最重要的是啊,他们是要看一看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好好好,来,喝酒,今天为我大喜日子干一杯。 来,来,干,干。 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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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 你们到下面去,我们开个会啊。 来,里边请。 请坐。 好,好,好,好。 多坐,来,来,来。 来,来,来,坐下,坐下,开会了。 刚才走的都挺好的,继续努力啊。 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吧。 坐这儿吧,好的。 太美妙了,太神奇了。 上帝啊,你们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模特。 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阳光,看到了欢乐。 你们把我带到了美好的时光。 你看这儿,还有那边。 这是我们服装厂订的布,对。 怎么样,我们厂不错吧。 他们呢,水平很高,设备呢也是一流的。 刚刚引进的设备。 是啊,我看也不错。 产品呢也是向往全国各地。 哎,晋传牙离地一间啊,走一走看一看。 把你的车停一停,套双层袋。 美味多汁,晋传牙离地一家。 来来来,走一走看一看呐。 真的。 带小孩的过来尝一尝。 停一停,看一看。 多好,可好。 来来来,来,您看看。 您看看,过来看看。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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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您看看。 您看看。 是啊。 真不错。 您看看。 女士们,先生们,下一组东方美神的表演者,就是我们大华公司中方代表,总经理柳振盈女士。 好 请问梁先生 贵公司的时装 为什么取名真爱 真爱的创意 是柳正瑶小姐提出的 她的寓意是想让全世界的人 时时刻刻都能想到爱的珍贵 让爱长留人间 梁先生 真爱的爱是广义的博爱 还是单纯的爱情 当然是广义的博爱了 也应该包括爱情 只有爱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家乡 爱自己的爱人 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爱情 柳小姐 请您谈谈演出成功的感受 是这样 首先我代表大华公司全体员工 衷心地感谢大家 给予我们的真诚关爱和大力支持 另外呢 我还要更正刚才梁先生的一句话 哪句话 我们这套真爱时装系列的主设计师 就是梁先生 真爱的创意呢 也是梁先生最先提出来的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真正的爱情来之不易 希望每一位喜欢我们 真爱服装的朋友们 都更加珍惜自己的爱情 谢谢大家 给 给他戴上 这样嫁给我吧 好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一剡 村众成技术 真好 十岁 一片真心 好好 太好了 好 好 好 哎 宁宁 宁宁 哎 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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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爸爸给你买好吃的 爸爸给你买一个大的变形金刚 我们去找妈妈吧 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 咱们骑大马找妈妈 好吗 好 走 我的乖儿子 咱们骑大马找妈妈咯 高兴吗 高兴 想吃什么呀 龟 龟 龟女 龟 我娘小说的意思是龟女 娘 叫龟女 龟女 龟女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是啊 燕子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共嫁真爱你了 我也是 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爱 我愿意牵着你的手 静静地陪你一直到老 就算老的哪里去不了 你依然是我手心里的罢 这句话好像是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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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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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